脚踹莫德里奇,大骂C罗狗屎,足坛最强反黄马球员将加盟巴萨,如果巴萨是个人的话,那么他一定是个打麻将的高手。 近日,开始有大批球迷在网上这般调侃道,因为据各大主流媒体的报道,巴萨捷虎罗马牵下马尔科姆的好戏将再度上演。 智力球星彼达尔在与国米已经达成协议的情况,下背巴萨拦了下来,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笔转会即将获得官宣,对于球员彼达尔来说,在加盟巴萨后也就难免,会在各项赛事中与黄马相遇,而这似乎也很符合彼达尔的胃口,因为这位球风凶悍,心直口快的智力人在近些年,一直都站在当今足坛现役球员中反黄马。 阵营的最前端,其余黄马的诸多恩怨数不胜数,就比如说在2016-17赛季的欧冠巴金斯的比赛里,黄马与拜仁相遇,两回合比赛,彼达尔就成为了最为焦点的人物之一,进球,失点一击被罚出场。 这些甚至都不足为题。 拜仁与黄马再度在欧冠中相遇,彼达尔因伤没有上场,不过他依旧没有饶,过黄马,在第二回合比赛开始前,彼达尔将一张比赛,海报,放到了自己的社交网络上,而海报上的C罗的头像处,被彼达尔用一个狗屎的表情给挡住了。 赛后,没有见证球队晋级决赛,的彼达尔,更是再次大骂黄马,趁黄马像老鼠一样。 赛后,没有见证球队晋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